比如李白的诗歌创作就经常有千姿百态的龙 蒲松宁的《辽哉至义》有很多的龙的精彩描写 就有龙片 尤其在罗沙海市 他还描述了龙国和罗沙国这两个一切相反的国度 2024年是甲晨龙年 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学作品中 龙的形象有怎样的呈现 古今有何发展变化 东西方描述有何异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比较文学研究室主任谭家研究员 近日在北京接受中兴社专访 对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代表性的龙 进行梳理和解读 从侠义的文学观出发 能看到比较早的东西方相关的文学作品 分别是《诗经》和《荷马史诗》 《荷马史诗》中龙的形象大多也是巨大的蛇 有着魔力和保护功能 令人害怕和敬畏 而《诗经》里的龙呢 虽然隐喻着有天威感 有神圣感 但是整个文学风格带来的是中和之美 可敬但并不令人深畏 谭家说作为中华文明代表 龙图腾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 其在中国古代神话及文学艺术中具有鲜明特色 东汉以前的龙的形象 它往往是可以上天入地的作为交通工具的一种神兽 在文学风格上影响最大的还是楚词 屈原以成龙升天来预示自己的志向高洁 以龙预志 这也是在先秦中国的龙文学的一大特点 佛教东传道家兴起后的龙文学 那么龙从神物从上天入地的交通工具 发展到了具有丰富的人格化 类型化 性情化 这样一些特征 现代传媒兴起后 龙的形象又更多的融合了西方的一些特点 当下我们所熟知的网络文学里面的修仙 奇幻 穿越 以及科幻小说中 到处都有龙的身影 其中还有很多被意见到了海外 谭家进一步解释 围绕龙神化的研究 成为知识分子 文艺追求和家国情怀的体现 在抗日战争时期 以龙图腾为线索 串联起了上下五千年的中华历史 在那个时候呈现出团结鼓舞国民的巨大作用 在今天的中国台湾地区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文学中的龙元素 龙主题 那么龙文学在海峡两岸同种同文中 共同享有龙脉 谭家表示 东西方神话及龙文学作品中 之间的影响具有显性和影性两个方面 特别是互联网时代 两者间的融合更为明显 足见西方文学的龙形象被固化了 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蜥蜴式的爪子和鳞片 有这个可以飞的翅膀 有会喷火的这种功能 是一种怪兽 他们可以守护财宝 也可以贪婪凶狠 可以害人 可以吃人 可以放火等等 当下中国众多以屠龙为主题的穿越小说 科幻小说 修仙小说等等 其实也大多把龙视为神怪或者魔法之物 谭家认为 当今文学以网络电子媒介为核 在数字化时代和人工智能冲击下 东西方龙文学的未来发展态势 将以动漫化和影视化的形象快速普及 和而不同 增进交流 理应成为文学创作的范式 非中心的 打破国别的 多元的 跨界的龙文学 和旨在一种宏大叙事 有家国情怀 有现实主义指涉的作品 会平行发展 在这方面 我个人主张合而不同 文学创作应该鼓励更深入的对话 应该增进交流和互建 文学创作人 文学创作人 C张网 cringe 你们查登